其實我是出生在一個很貧困的農民的家庭 我小時候差一點也是餓死 我對中國的窮人的生活是感受很深 然後我們這一代人又經歷了文化革命 我們是都在想為什麼中國這樣 我在民政部工作了22年 現在我做的事情如何建立現代的慈善制度 讓中國的社會資本、社會組織更有力地成長起來 然後讓社會建設更快一些 我想我面臨著非常大的兩個挑戰 一個挑戰我認為是一個文化方面的挑戰 就是你如何讓中國的過去的一些文化來轉向現代 就是不是我一個人 而是我們整個中國人能不能都改變一種思維方式 讓我們的好思想、好的政策能不能變到實際中去 包括好的法律 我覺得改變一個或者說讓一個文化來進行轉型 是我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我認為我們有很多好想法 現在都有一些文化的障礙 就是你組織一個社會的轉型 其實是需要很多這個qualified的這些stuff 但是在中國現在還是非常缺的 我覺得組織中國轉型、推動中國轉型是一回事 但是如何用好中國的社會資源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其實慈善能夠讓中國社會發生更深刻的變化 慈善其實讓人們更願意的奉獻 能夠更平和的對話 所以如果能通過social entrepreneur 通過這樣一種社會的創新來推動社會的改變 其實就會讓中國的社會 包括文化、包括制度 那當然包括很多政策 變化的更快 那這個成功的標誌就是更多的慈善家來出來捐款 他們來建很多很多的一些工藝事業 包括他們像洛克菲特家族 像比爾蓋茨家族 向他們來學習 我覺得這樣就會有很大的成功 當然也包括很多志願的服務 中國完全應該有更多的幾億人來參與到 志願服務的這樣一些活動中 其實中國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 我們都希望中國將來更加民主 更加富強 改變一下中國的歷史 不要再有農民起義 不要再有文化革命 不要有大的混亂 但是一定要實現中國的民主 有文化革命 不是有文化革命 發生農民起 之外 所以毫無論是anna 操作行不想